那么你这一生能够断卧行善 你不是善增长了 就这么个道理 如果你这一生做卧的时候 那你善少了 卧多了 这里有道理 不什么有道理的 廖凡先生讲得很清楚 你没有看明白 希望你看明白之后再提问题 第四个问题 如果为了避免五欲六成的卧云而发心 出家修行 希望早日一心不乱往生西方 请问这种心态是逃避吗 还是如法 逃避也可以 如法也可以 也真是如法 你要不逃避 你很不容易的应付 你不逃避 在五欲六成里面 能够不受他的干扰吗 那行 如果的时候受不了 受不了的时候 佛教给我们 逃避 所以佛教给我们 悬到山上 人及不到的地方 到那里去 住个小茅棚 在那里建修 远离都市 远离乡镇 甚至远离 农民住家的地方 这样不给他接触 修清尽心 比较上容易 借出很不容易 可是游就在城市里面 修清尽心的 那是真有定力 有功夫 所以这个事情 不是一定的 因人而已 只看你自己 有没有定功 有没有智慧 不受外面环境 任务 那就行 如果没有这个能力 还是 回避也 有道理 回避也不是 永远回避 永远回避 你就不能帮助政策了 它是有期限的 到你自己 心底定下来了 可以到都市里 就试验试验 看看 还受不受影响 如果受影响 赶快回到身上 如果真能不受影响了 你在都市里面修行 在都市里面教化政策 如果觉得自己不行 还会受这些影响的话 赶紧要逃 为什么呢 要不然的时候 你决定多散途 所以这个逃避 不是逃避五一六成 是逃避三土的国报 这个事实 你一定要知道 底下 有个问题 它这个问题 分三个小题目 在大学和佛学院做老师 和从事佛教传播工作 所得的薪水 算不算贩卖佛法 不算 为什么呢 大学 它规定的 教师是有工资拿的 这个不算 佛学院也如此 佛学院老师 都是有待遇的 你们有待遇 你怎么能养家 出家人也有待遇 在学校教书 也有待遇 那出家人 可以拿的这个待遇 因为他自己 寺庙游游供养 这个就要归长住 这是正确的 出家人是在讲 接受供养 也要归长住 不归私人 这是一个很好的榜养 那么我这一生当中 设法的供养 百分之九十 印金 我这学英国法诗 百分之九十印金 另外百分之十呢 因为我常常就旅行 所以做这个旅行的费用 或者有的时候 救济病苦的 这个用途 在早年的时候 初学会的时候 放生 我做这三种事情 那么现在这些年的时候 放生的必病很多 我们印 这个俗诗 提倡俗诗 提倡这个护身 做这个 所以大多数的说 统统做印金 这个印诵善书 劝善的这些书 这是印光大使 叶森所做的 这个第二个问题 就是在家人 能不能从事这些工作 可以 那么在家人的时候 你在就是佛学院里面 或者是寺院道场 你有工资 拿着工资 可以拿回家去养家 这个常住 在义工里面 有拿工资的 这些工作人员 常住也需要 雇勤 这些人员来 帮协助 道场工作 那么佛教的团体 像我们这个协会 不识寺庙 是团体 那这个事情 就更常见了 我在这个 台北 我们的佛陀教育基金会 所有员工 都是拿钱 都拿待遇 这是我们在注册的时候 在教育部注册的时候 教育部就给我们建议 他说不要 没有工资的这个义工 为什么 你很难 长久维持 你要是长久维持的话 一定要有待遇 那么待遇比较上 一般待遇低一点 那这就是义工 你在别的地方 可以拿到 一倍的这个工资 你在我认识拿一半 这个就是发现 这个就是义工 这个要懂的 可以拿的 那哪些情况呢 属于贩卖佛法 如果出家人 对付薪水给在家人 在家人 能不能拿去 可以 这是可以 这个不实 这个批范如来 批范如来是什么呢 借着佛的名义 作为商品来 墨益一样 来赚钱 欺骗 信徒 你说这个金顶 我们的金顶 确实赠送的 你拿到这个金顶 的时候到外面去卖 这是批范如来 这是不虚口的 到场上没人晓得 那么你介绍 人到这个道场里面来 来听经和工作 也要人家的好处 你不给我说 我不给你介绍 那么这是批范如来 批范如来的事情 很多很多 假借佛教的名义 获取自己私人的名文理 通通算批判出来 都是谋自己的利益 打着佛法的乔 这个里面多了 我们就不细讲了 下面一个问题说 如果父母罪孽深重 大逆不道 而弟子又无法劝阻 应该怎么办 是否还要为他们 在佛前立长生摆位 如果真的长生 那不是会造更多的罪业吗 长生摆位一定要立 不立不肖